立法會主席曾育成和秘書處的法律顧問開會討論 由議員就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進行拉布的問題 並討論出可行的方案 希望在下星期一復會前證詢其他議員的意見 曾育成強調處理拉布時一定要合乎基本法和議事規則 審議通過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的一項職能 而我認為要履行我們的職責 立法會是需要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內 去完成這個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和進行表決 他又說幾名拉布議員在發言的過程中 已經講清楚拉布的目的 是要令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 包括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和向市民派一萬元 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拉布議員會面之後 已經拒絕答應議員的訴求 曾育成認為他們拉布的目的已經消失 拉布議員繼續拉布的目的我相信是很難能夠達到 我猜他繼續拉下去使政府回心轉意 他又重新在處理拉布問題的時候 不會因為哪一方壓力大而作出偏頗的決定 希望星期一早上跟議員商量好解決辦法 再向公眾交代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大熱門報導 請示威特陶比如壽的 規模